他是面對王長的同事的 他跟他全部都很窮 所以可以設計說 如果要訪問他訴訪 所以是希望是 就是要說 他不一定會追對誰這樣 對對對 所以您同意 我同意 那有沒有什麼他的言論是讓你特別生氣 特別記得 你說他在 他在說拜託小鈴 就是一個信口凱爾的亂狀況 你也記說車子都有亂出是誰 可是我告訴你一句這件事情 你今天去跟鴻海買電視 請鴻海的電視機是郭凱爾的組裝嗎 對 你都忘掉了 你跟拜託擺這輛甲車就行 我有祭司啊 組裝是我啊 不是我組裝的 不是忘了我負責 我覺得那是我請的沒錯 可是你在上面直接講拜託小鈴 他指令到請 因為電源這裡的小鈴就是我 沒有電源的心聲 那拜託小鈴 有信口還有 然後巨速組裝點子 有夠拉直 這個隊友來講 他是一個人的東西 我也不想要有關係 然後甚至還會再一張 有些人跟你說 有車友 你車友還可以寫 有車友有什麼密 私訊密 說曾經在拜託的東西 現場寫好的訂單是什麼 就現場來交車的時候 給的東西又不是什麼 那我跟一件事情 如果你可以跟某一個店家 訂單東西吃BMP 去現場的時候 發現他給你去淘汰 你會付錢嗎 你都要表達到 對啊就是 這種 擦開對的事情 怎麼也可以在上面行 但你有權勢嗎 你有證據嗎 對啊 這個對我們是一個 很大的傷害 有受損 不然會有錢 然後我們回歸到他車子的問題 因為劉先生他好像有 他有 算是指控說 比如說他原廠SRAM的鏈條 他說 換成代工廠KMC的鏈條 這我來解釋一下 我們目前在組裝數聯 這個部門戶的 部門戶條件 他是整 理論上應該是要整套 整套部門戶條 可是因為在早幾年前 數聯他有一場的鏈條 其實對他們這樣 沒有確實搭配性而慢 坦白說稍微照顏大傷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目前 賣了同的代理廠 就是代理廠的初衛 連他自己生涯 那個代理廠叫啥 他們自己所配的鏈條 都會用KMC的做提供 KMC在業界是有口罪的 這個可以去問問個資料 他算是原廠以外 數產量最大獎 最大獎 然後再講一次 如果你今天是因為 要偷換客人的鏈台 那應該是說 原來鏈條比較貴 換了一個比較KMC的鏈條 才有可能 可是那個鏈條比太非常好 KMC的X10X的鏈條 建議是要比較平常的FORCE 那一個是27的鏈條 你覺得有可能 電腦笨到說 明明就是要偷進入國資 結果還都能成功效果 那還有一個 因為大家有提出一個 那個輪圈 他會有一個原廠的祭司的保證卡 好 我先講一下 我們他所講的那個輪子叫做LOVE 對 我們LOVE的路主 他每次出場的時候 我現在剩定可能拍不到 他剛好在 好 他剛好在 好 他出場的時候會有一張這種卡 上面會有清楚的寫著 這一個原子單詞是誰負責去 承接這個工作 把它給完整完成 那個比較保證 那個是一個 算是有一點 算是平管的出場的一個 我不知道那個叫做什麼 反正就是 算是一個證明跟一個 品質的保證 就是說 這是我負責 所以我有問題 我負權責 他還不叫保卡 那我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保卡 我相信大家今天事情 大家可以公認 保卡現在是 建設台灣的代理上去的代理上去的 他要有一張很不確的東西 上面要寫著中文字 然後是 結問在規定怎麼 一定要有些中文法保證書 然後後面如果有可以的話 或是儘可能可以的話 要把你所謂的保護事項的 明確的條文要列出來 如果你沒辦法寫得這麼明確 你應該在上天要直接註 或者是我們的保護權限 請參照我們的網站 網站上面就要列出來 或者都請參訪我們聯場 聯場大家保護它寫出來 那因為太多了 沒辦法在這個影片 所以就是直接用這種條文去取問 這樣我也沒問題 然後在右下角或某個地方 然後要有所謂的售出的品項 不是 型號 銷售日期 然後要蓋上的項目 一個是代理上的項目 一個是經銷商的項目 但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他買的豆腐的這個項目 台灣的代理上 並沒有這項目的東西 他們就沒有辦法給他們 因為他們是用序號 就是說 台灣的代理上 他在出貨給我們店家的時候 他會有那個登機出貨的序號 說這一批是什麼時候出貨的 那其實原廠 美國原廠出貨給台灣代理上 或出貨給蘋果代理上 他們也會做什麼 這一批的無水還是救了 這一批的無水還是救了 這一批的無水 他們是認去的 他不是認好 他不是認好 我覺得 好 我們這樣講好了 你從前到現在 聽過所有的消費就問 你們 你有聽過哪一個店家 因為大部分的店家 都市場的新鮮車 可是醫生來說 你覺得有可能 店家的老闆 他把所有的原廠包圍 看起來有百八十公分 還滿重的 他沒力去做的 對 去包圍他 然後跟他說 你要去看自己的 我會不會覺得 然後他欺貨 他覺得你都很困難 對 他證據在裡面 這個 你也採訊 這種事情是在新鮮車 或者中鮮車 對 你也跟你講 因為縣長還有其他 缺少我們縣長還有其他 那就是說 因為他主要還是 主要還是批評說 你們店的那個 技術的能力 那您對這部分有沒有 要辯護 很單純一件事情 一般例子 我希望 我稍微吃上去 但是我相信 如果有外型 在市面上 就是在 從你出社會的到現在 有消費 你今天應該是 車廂吃或是 七百次 七萬次開 那我聽說 如果有一家車店 或是有一家餐廳 他只開幕置 到兩 兩個月 或是到 去吃你這家車店 或是這家餐廳 想要記住 要如何來 或是 還有其他 或是 如果你周圍 讓人家參謀 還是開幕 開幕 或是 或是 他念你這個流動 可以很像是 但你這根清楚 你會答應 你覺得他講得清楚嗎 你覺得他講得清楚嗎 客人 接下來 那我們講 因為我們剛才是客人 我們要去講主人 那如果你講主人的話 只開兩個月的餐廳 跟開十年的餐廳 哪一家做起來的菜 都可以 請問你有辦法講 什麼 你哪有辦法講 因為 口味這種變色的主要 所以你說技術 服務後貨 可以講些什麼 如果那一輛車 我幫你 装好什麼東西 照著你 什麼手術 或餐廳的手術 或餐廳的手術 照著你需要賠償 你來吃一間 就是 但是我底下 只是質疑說 不便說 沒辦法煞車 可是你卻沒辦法取勝 在那裡 沒有辦法造成生育 射出的財事 沒有辦法說 按理說 我就是覺得主方 沒有財事 沒有財事 你覺得這樣可以 好 那就是再請問說 因為那個 誹謗的官司 這個部分 還是不起訴 那你們對此 有什麼看法 比如說會上訴 會申請在意 好 我先講一下 因為這一次的不前途 主要的關鍵 是在檢察官身上 因為檢察官採不採證 他大概每個都要解釋 他大概每個都要解釋 這個部分 第一個是自行 因為他採證的法案 第二個 第二個是 目前限制 收集到的證據而已 因為 因為流行 他是一直持續在寫 可是我們在提到的時候 是在檢察官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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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厲害的說 這一次檢察官 他不請罪名字 想要對檢察官 他聽盡養照的說字 他比較認定的說句 這個是雙方 對這件事情認識的 他沒有足夠大到所謂的 這麼嚴重的事情 他對他當時期 只是因為當時沒表達說 我也是期望 因為核心實在 這樣 那檢察官沒有提出 他其實看後面的官司 他認為這是消費者 還是在屬於 憲法保障的 原本資源發展 他說 客人 就是這個消費者 他沒有所謂的 惡意私處善不動 這些委託的施政 可是這件事情也有很好的 想想看一件事 如果今天 去母人家餐廳吃完晚飯 我真的覺得不好吃 所以在某些論壇上面 我告人提掉這家店的時候 我說你自己去吃過 而且不好好 就在煮食店裡 我覺得這家店很難吃 然後 或是對桌回個兩三次 在故意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 檢察官他所提出的 這個叫做 不刻意 我覺得是合理 因為就是 你有很刻意 就說你覺得 你喜歡吃兩億可全 就合理 可是如果你可以足足照處寫 還一直寫 沒有人去停在這間店 也可以寫 在體內也可以寫 然後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一直寫寫 寫上去反應表 我覺得這家說 不刻意 什麼時候去看 所以他打在這 那接下來你幫我回到 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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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再灑問問問 我會直接告訴你 因為如果我問過律師 律師有很清楚的告訴你 如果我現在在上令 你會問問問問問問問 如果我們現在在上令 如果你已經是無謙的 那真的是對 那當然 同一個檢察官 他如果看清智那個事實上 就可以這樣 所以他在事前 不是說 要爭取你 他是認為說 他這樣子的狀況 不至於到所謂的 事實上附 跟惡意的這件事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